今天要教大家一道椰汁咖哩蝦 那我們準備材料有炒蝦 咖哩粉 蒜頭 然後把它切沒了 香菜 椰奶 洋蔥末 雞蛋一顆 這邊我們少許的水 然後辣椒末 奶油 椰糖 那糖 你如果家裡有椰糖的話 你也可以放一些椰糖 然後這是一些酒 那酒的話你可以用白酒或者是米酒都可以 那首先把我們的火打開 把我們的奶油放下來 奶油基本上我們要溫度很低的時候就放下來 放奶油會比較香 那如果你在家裡用沙拉油的話也可以 我們差不多用奶油差不多一大匙左右 來我們先把蒜頭 蒜頭的話用小火慢慢炒啊 它才會有那種香味出來 來我們把它炒到金黃色 如果你敢吃辣啊 你可以把你的辣椒換成朝天椒 那不敢吃辣的話 你可以在最後的時候放一些辣椒下去做一些顏色 來我們放一些辣椒下來 像我在炒蒜頭的時候 我都把那個鍋子有點傾斜 因為你的油如果太少的話 它很容易就會焦掉 如果像你放平的這樣的 你的鍋子很容易就會蒜頭末啊很容易就會燒焦 來這時候再把我們的洋蔥末把它放下來 洋蔥末我們差不多放兩大匙左右 來洋蔥把它炒香 洋蔥一樣啊我們慢慢炒啊把它炒出它的甜味 你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炒喔 火太大之後你用快速一點沒關係 來 加上我們的高麗粉 來把它炒一下 高麗粉很容易會去吸你的油脂 你不想吃那麼油的話你就不要放那麼多 加入我們的鮮蝦 蝦子啊我已經有把它去藏泥了 然後把中間我們 後面啊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邊後面啊這邊我也把它藏泥去掉 然後用剪刀從這邊把它剪開 然後蝦子這邊須須 我把它剪掉了 來把它炒開來 這時候你就可以轉大火了 海鮮啊 比如說你炒中捲啊或者蝦子啊不要炒太久 一般海鮮的話你炒的時候很容易就會熟了 來加入我們的酒 糖 稍微把它拌炒一下齁 然後水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加蛋 所以我們的水啊基本上你也不用加太多 因為蛋加下去之後它會凝結齁 你想要吃多一點的湯汁啊 比如說你要配飯吃啊 那你的水就加多一點沒關係 來稍微把它煮開來 蛋啊我們稍微把它打勻齁 差不多這樣熟成這樣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一下你蝦子啊它如果 它變成有點白色了 來我們拿一隻起來看一下 有點白色這樣子就OK了齁 來把我們的椰奶倒一些椰奶下來 加椰奶的口感啊是讓它吃起來我們的咖哩粉的味道啊 它比較會滑潤一點點齁 來把我們的蛋 蛋放下去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熄火了齁 來我們把火熄掉 稍微把它拌開來 來這差不多了齁 我們就可以把它盛盤 那我們準備香菜啊 你可以把它放一些灑在上面 那留一些啊等一下 我們再把它做最後點綴的動作齁 來把它拌一下 來我們把我們的蝦子煮好之後就可以把它盛盤了齁 你喜歡啊如果要配飯吃啊 你的汁就可以多一點點齁 來我們把它倒下來 我們剛剛準備的那個 香菜啊 如果你想讓它顏色漂亮一點的 有點 跳 脫出它的顏色 你可以把一些上來 然後 剛剛的 辣椒 還有椰奶 你一些 來我們看看 就是這麼漂亮這麼簡單 白色紅色綠色 還有我們主要的咖哩的蝦子的味道 整個都出來了 你在家裡你也可以這樣子 照著這樣的食譜做做看 希望你會喜歡它 這就是今天 婷宇老師為你介紹的咖哩鮮蝦 希望你會喜歡它